十二强赛前五轮结束 中国队紧急两分 卫练小组倒数第一 本轮主场对韩国 礼皮派出了薅俊敏和郑志搭档中场 中国队摆开了进攻的架势 开场一分钟 国足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 战术配合打出之后 张林鹏的射门打高了 第十三分钟 中国队再次形成威胁 张林鹏右路船中 韩国队的后卫将险情化解了 第29分钟 吴磊送出妙传 于大宝的射门 被韩国队的守门员封住了 第34分钟 张林鹏带球杀到禁区前沿 他的远射被对手挡出 中国队获得缴球机会 抓住这次机会 小伙子们打破了场上平衡 王勇破枪球送到门前 于大宝投球建功 中国男足1比0领先 本次12强赛 中国男足目前的三个进球 都是面对韩国队取得的 第45分钟 韩国队在前场完成了连续配合 不过他们的最后一传 打在冯霄亭身上出了底线 半场结束 中国男足1比0领先 一边再战 无锡换下无垒 中国队开始加强防守 第59分钟 齐承雍利用个人能力完成远射 曾成倒地将球封出 第61分钟 中国队在前场完成了精彩的团队配合 张希哲执塞送入禁区 于大宝的射门被韩国队后卫打磨出去 第68分钟 中国队的反击形成威胁 无锡的远射考验了韩国队的门将 7分钟之后 曾成也秀了一把自己的身手 韩国队将球送入禁区 池东元的投球攻门被曾成飞身挡出 第80分钟 韩国球员利用脚球机会完成空中作业 这一次无锡挺身而出 在球门线上阻挡了对方的射门 第89分钟 韩国队的黄喜灿粗暴犯规 裁判没有理会 商庭捕食阶段 中国队还有机会 不过尹鸿博的远射没能打中目标 最终中国男足1比0击败韩国 取得12强赛的首场胜利 很高兴嘛 然后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然后首先感谢这个取舀链给我这次机会 很兴奋 很高兴 能拿下场比赛 我觉得开场 我们打得还是有点紧吧 因为这场比赛 确实对我们来说是背锤一战吧 开场之后压力还是越大 然后没打出训练中的一些 开场之后